去葡萄园 为什么要走这条 那个路不同啊 所以才要经过人家的田里啊 原本有便捷的农路 可以走到自己的田园 但提防因连日雨似吸水上涨而遭冲刷 学士会有崩塌危险 相公所紧急拉起黄色警戒线 禁止人车通行 农民进出困难 心中百般无奈 现在路这样子造成我们农民 什么事情都不好做 要被一些的功夫 本来是用搬运车 现在没有路了 也说用那个人工来这样子搬 现在就是在等这条路用好 然后要赶快种另外一批东西下去 路没有用好 我们种东西下去 货要上来 我们很难运作这样子 农民表示 曾有蓝溪水市人带冲进 看得出山区与市人不减 有关单位若不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工作安全也令人担忧 雨量大里面包括里面神木村或者褐色的雨很大 下过来的时候都流完这条路 每次下到来就很担心 今天会交代我们的同仁 那可以的话我们明天会继续去退开 工作这边会想办法来 去做一个替代的一个道路 新地乡长全日间进一步说明 之前五月份五一八雨市灾情 以提报证准备修复提防 不过连日雨市水流的破坏形同雪上加霜 除了再次向中央提报之外 有关紧急地带道路部分 一定会兼顾农民进出方便及安全 原市新闻 南投心理采访报道